玉西地区农会在今天举行的农民节表彰大会及玉里大西瓜的展销活动 现场有很多农友展授自产自销的农特产品 以及现打的玉里大西瓜汁场面非常的热闹活泼 大大的西瓜就在货车的上面 炎热的天气看了就是畅快凉爽 这是玉里的大西瓜 玉西地区农会特别办理推广玉里大西瓜的展销活动 并且也在这一天也庆祝农民节 表彰优秀农民以及优秀的产销办 总看事说因为疫情的关系 两年没有办理展授活动了 今年就与农民节来扩大办理 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西瓜都没有做宣传 那我们玉里这个时候正是西瓜季的产期 所以我们特别把这个活动办在今天 那现场也有西瓜的试吃 还有西瓜汁的试喝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的农友辛苦了一整年 今年我们也同时利用这个时间 来表扬一些基于的农民 还有对我们农会有帮助 有贡献的一些农友 玉西地区农会有16个家政班 23个产销班 所以每一位的农民妈妈们都会接受表扬 人人一手现金券 到每个农特产品摊位来选购 非常的开心 很高兴为我们农民举办这个活动 对我们农民信心力来做一个农作物 这样的活动我满意 等一下摸材的话能够摸到大奖 玉西地区农会5月6号办理农民节表彰大会 即玉里大西瓜展销活动 现场有多个农友展授自产自销的农特产品 以及现打的玉里大西瓜汁活动热闹精彩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